一次據說屬於美國無人駕駛飛機 在巴基斯坦捕捉地區發動空襲 打死四個人 巴基斯坦官員和當地媒體都說 星期二早上 一架美國無人駕駛飛機發射兩枚導彈 擊中了米蘭沙克城市的一個大院 和停靠在院落外的一輛汽車 有關官員說至少四名擊進分子嫌疑人被打死 兩個人被打傷 米蘭沙克位於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邊界附近 是半自治的北亞製利斯坦捕捉地區的主要城鎮 外界已知 這裡是與基地組織 與塔利班有聯繫的擊進分子的庇護所 上星期三一次類似襲擊 打死了米蘭沙克附近一個大院 至少21名擊進分子嫌疑人